这一节我们谈谈子业股 因为当我试有过千只股份向下的时候 逆市正在升职子业股 最近的九指和李文升幅了双位数 升一成和一成一 连带行内其他阳光和神明子业都升到1-2% 升什么呢 不若而同也有大行报告看这个版块 花旗说煤改气的政策会加快子业整合 将九指的评级升到买入目标价升到15元 另一间是华泰政券 它将九指的评级升到买入目标价升到11.5元 而过去年半都只是在给沽售评级 突然看见就转好了 至于对李文造子的评级都是给买入 而之前两年半一直都给沽售 好像是否不若而同地 那些行券突然之间对于子业股的看法一转正面 就是令到今天这样大一性 按道理是的 反应都挺大 但是Herman 本身里面的焦点 就是大行的点 我就需要时间去观察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肯定 只是好像有些基本因素有些转变 事实上如果你看过往那几个月 那些子业股由高位都达了两三成 最主要的一些因素 其实有众多因素影响的 一就是本身就是那个子的产能 其实今年各大子厂都加大了它的capx 就是因为我想我们说了很久了 就是内地有限数令 所以它们就增加了一个子的产能 觉得接近包装子的需求是会有一个上升的 所以如果供应或者是产能不停地上升 那那个子价会有压力 这个是此期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说包装子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材料 就是来自于那些回收子 那很多回收子 都是来自于日本 和一些南美的国家 那在恰考 如果大家都很认识 就是很多的一些集装商 和一些看散货 其实运这些废纸 它们的priority一定是最低的 因为其实是不太赚钱的 所以就不是很拿到这些回收子 成本会上涨 那第三样东西就是 那些辣子大家一看都知道 它是要溶的 那又要很高热力的 那要用煤炭的 那所以煤炭的价格上升 对于它们来说 是一件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所以今次 如果你说煤鑽气 那就是如果有些子厂 就是在某些时间 因为它们要供气的 那你用煤炭转做天然气 那就是有些子厂要停厂 那对于它们的供应上 那可能会突然间有个short thought 就在想会不会说 那指价向上 那这样就要一些时间去观察了 那所以其中一个因素 这次说的是煤炭转气 为什麽推动到子股 会那么厉害 那是有些因素在后面 是的 花旗里面 就说煤炭转气 是东莞当地政府 说的是未来五年的一个政策计划 就是说会影响一些 规模小一点的子厂 它们会面对一些大困难 那当然龙头就容易面对 这些政策的转变 那如果当小的被迫加价的时候 那狗子就可以赢回市场 那狗子真的在东莞里 有三间厂 那但是反过来 如果想这个政策 煤炭转气 可能用的那些能源价格 昂贵了 而狗子的厂又大 耗电量又大 其实会不会令到它的成本上升 影响都是大一点呢 其实是有影响的 那只不过就是今次东莞市政府 说的那个煤改气的一个政策 它们循序漸进去做的 那就是率先第一件事 就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一些公司 是需要先整改 就是做一些煤改气 那所以狗子或者是李文这些 其实就可能较后期才会需要去做 但是Herman你问到 那它转的过程 那它都要停厂的 那这个一定的了 因为你要转 就是其实 因为如果你说的是 在能源价格上来说 通常这些大纸厂 就自己有发电的了 直接是它自己的 但是你拿天然气去发电 一定是比拿煤炭的 那成本是上涨的 那看看它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狗子是应该有的 它是龙头大哥 它应该转价出去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 那这样转价出去的过程 要停厂 会不会有成本上涨呢 那为什么我说呢 花旗这个点 我觉得是不认同的 这样搁搁的话 一定指价都会上涨的 但是问题是 中间的成本上升 和指价向上 中间的孔子 这些年能不能够扩缓到呢 这个要时间观察 所以现在是在炒这个憧憬 停厂也会牵涉到 产能产出 花旗也有一个点 就是说 原本以为 今年行业的四大龙头 产能会显著提升 但结果没有出现 包括了狗子自己在广西的厂房 都是延期了 令到整个行业的产能 是限制住 供应都没有多到 那这样东西 是不是对行业 或者对公司是好呢 当供应不多 是否指价就会上升 而这些就是 在这个狗子 其实假期之前 股价才跌至今年低位 是现在这些时候 买它的原因呢 其实它在广西那间厂 延延延 都不是说是新闻 之前知道的 那么股价就没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 很多指厂本身是因为 加大了资本开支 起身厂 的产能会向上 这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呢 因为限数领 但是 到股价 或者整体的基本因素 是不是一样一定是 利好的消息呢 因为增加产能 照道理 它都会增加了 它们的产出量 那现在你禁止了 那无疑 可能会令到 那个价格上 来说 的预期是会好一点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打造今次这单 而这个点来说 可能是一个 neutral 比较中性的消息 所以大家不要看事 作为一定是一个重大的 所谓股价趋化因素 那么 那 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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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